它被称为东方金字塔 揭开神秘的面纱 我们能窥探到西夏王朝 怎样的秘密 庞大的西夏帝王林群 为何无一幸免 都遭到了严重毁坏 背后又隐藏着 怎样的历史风云呢 经理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我是冠志 今天咱们继续解密西夏帝王林群 上世纪70年代初 西夏帝王林群的发现 对于考古节来说 无疑是一件充满期待 却又倍感神秘的大事 说到神秘是因为史料极为有限 咱们只知道 西夏有九位皇帝藏在荷兰山 史料却没有记载他们的地址和零号 而林区现场更是奇怪了 方圆50平凡公里的大大小小 200来座陵墓 竟然全部被破坏的一塌回头 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碑石 不说就连碑石残天上的关键文字 都被人刻意的毁掉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虽说几经周折 通过和宋灵对比 考古人员最终找出了 哪九座陵墓才是西夏的地灵 但是他们的主人又分别是谁 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要知道这个问题不搞清楚 那是说不过去的 毕竟地灵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参考 那么这个难题该怎么来破解呢 今天咱们就来解开这个谜 那么他们有什么发现呢 先说七号陵的地面调查 果然考古人员在七号陵的碑亭周围 又发现了不少石碑残块 其中很多残块上也刻着西夏文 考古人员怀疑 这其中很可能隐藏着牧主人身份的重要信息 但是怀疑归怀疑啊 研究始终没法突破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对西夏的研究才刚刚的起步 大家既不了解西夏的历史 也没有人认识西夏文呢 碑石上的文字那等于是天生 那么六号陵的发掘进来怎么样呢 经过一年艰苦的清理挖掘 六号陵终于被挖开了 本来大家都满心的期盼呢 可是没想到一进去全都傻了眼了 怎么呢 直接牧师里残破不堪 别说找不到有文字线索的东西 就连墙壁都被砸得到处是坑 地上只是散乱着一些个秀极斑斑的 甲片啊铁钉啊兵器啊 还都是残片 根本就没法证明牧主人的身份 这样的结果对于所有的人来说 打击都非常大 你想啊 破坏最小的六号陵都这样了 其他的地灵还能好得了吗 只会更加糟糕啊 可为什么会这样呢 谁干的呀 盗墓贼吗 不像啊 盗墓贼的目标从来只是文物 而整个西夏帝王灵群 陪葬物品被抢光了 不说从地上到地下 还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这很明显 这种破坏是带有仇恨性质的 那么这些破坏者又是谁呢 当然这个问题还必须得先放一放 因为最重要的还是得搞清楚 九座地灵的身份啊 到底是谁葬在里头了 问题是六号陵的发觉毫无收获 七号陵的碑文又看不懂 这个难题到底该怎么突破呢 话说当时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考古对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 却为西夏帝王灵群的考古研究 带来了全新的局面 谁呀 这位他叫李范文 1972年李范文被调回宁夏博物馆 参与西夏灵的发掘考古 而把它调回来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从事的工作正是西夏文的研究 当然那个时候的李范文还不是专家 那些碑石残片上的文字 他也做不到一目了然 但是他却知道破译西夏文的秘籍在哪 哎 破译西夏文还有秘籍呀 对 在俄罗斯圣比德堡的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里 收藏着一些当年俄罗斯人从东方带回去的珍贵文物 其中有一本名叫《翻汉何时掌中猪》的书 里面就有汉字和西夏文的详细对照 它其实就是当时西夏出版的一本 西夏文和汉字的双语字典呢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 考古队员们可乐坏了 既然有这本秘籍在那 那剩下的问题不就是复原碑石残片上的文字了吗 就这样 李泛文全心投入碑文复原 而经过他的艰辛努力没过多久 一块基本完整的碑文终于是出现了 七号灵的这块石碑上写着什么呢 经过翻译内容应该是 大白高国护城 盛德智义皇帝寿陵之文 注意了 盛德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孝的嗜好 这在《宋史夏国传》当中是有明确记载的 也就是说七号地灵的主人就是仁孝了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在西夏历史上 仁孝是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 他主政期间大力推行儒家文化 甚至把孔子作为文宣帝 这在中国历史上 他是第一个 他的在位时期呢 也是西夏国的鼎盛时期 好 回到当时 七号地灵主人身份的确定 对于考古队员来说 无疑是一针兴奋剂 毕竟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这种兴奋剂仅仅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 所以说明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 它只能维持很短时间 很快大家就再次沉默了 怎么呢 因为在这之后 其他地灵中再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也就无法确定 其他八个地里的主人到底是谁 西夏帝王灵群的研究 也就再次陷入了僵局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样才能够打破这种僵局呢 这时候有人提出一个大大的猜测 左招右牧 就是按照长幼 辈分的长幼 要左招右牧 这个鱼冠式的排列 招牧制度 这里要解说一下 招牧制度呢 其实原本跟西夏人无关 它是秦汉时期盛行的一种皇家藏制 始祖居中 儿子在左 孙子在右 也就是专家说的 左招右牧 按照长幼顺序排列 后世中原王朝也大多遵守这种藏制 可是中原的这个藏制 专家怎么会用到西夏人身上呢 这是因为前面咱们说过 研究发现 西夏地灵是仿宋灵而坐的 所以专家认为 在地灵位置的安排上 他们也有可能参照中原的传统习俗 当然这就是推测 这种推测能不能成立 现在就要看西夏地灵的情况了 来看一号灵和二号灵 从分布来看一号灵和二号灵的最为特殊 他们不仅相邻 而且灵寝的形质也一模一样 那么他们的主人会是谁呢 史书记载 元昊立国以后 称帝之后 追认自己的祖父祭迁为太祖 追认自己的父亲德明为太宗 一般来讲 作为开国皇帝 这个元昊很可能同时 为祖父和父亲重新造灵 也会把他们葬在一起 那您想想 这一号灵和二号灵 是不是跟他们俩的情况很吻合呢 基本是一致的 如果一号二号地灵 真的是祭迁和德明的灵墓 那么按照招募葬法 接下来应该就是西夏开国皇帝元昊的地灵了 再往下则是这个亮座 炳长 乾顺这几位皇帝 而到第五位皇帝 人校您发现没有正好是已经确认的 人校的七号地灵 怎么样 这种推测虽然没有完整的证据 但是从七号灵的对应位置来看 还是挺合理的 挺对的 那么西夏九座地灵的归属 真的是按照招募制度进行严格排列的吗 我告诉您 这种推测其实存在很大的漏洞 九座地灵按照招募制度排列的推测 存在怎样的漏洞 行之完备的一号和二号灵 背后又牵扯着当年一桩怎样的历史迷案 作为西夏开国皇帝 元昊的地灵又究竟是哪一座 境内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虽然西夏灵按照招募制度排列的观点 在很长时间内都占据了主流 但是还是有人认为 这种推测存在很大的漏洞 什么漏洞呢 那就是把九座地灵放在一起来比较 有人发现在结构形质上 一号灵和二号灵最为复杂 也最为完整 比如说 其他七座地灵就没有封闭的外墙 他们有 其他地灵的灵台旁边都没有安放同中的高台 也只有他们有 这就是漏洞 因为按正常情况来说 地灵的形质与结构 应该是随着王朝的发展越来越完善的 这是客观条件决定的规律 所以有人认为 在西夏地灵当中结构最复杂 形质最完备的一号灵和二号灵 绝不应该是西夏最早的地灵 相反 他们应该是西夏晚期 最晚葬在这里的两位皇帝 纯佑和安全这两位皇帝的灵 那么问题来了 一号和二号灵 这个形质完全一样 如果作为西夏最早的两座地灵 这可以解释 因为元昊追认祖父和父亲 同时给他们建的灵 而如果作为后期两位皇帝的灵墓 这同样的形质 又该怎么解释呢 这里咱们就得说一段小故事了 话说公元一一九三年 七号灵的主人人孝去世 他的长子纯佑继承了地位 纯佑生性仁慈 尊从父训 应该说他治国还是有一套的 当时西夏发展很不错 但是十三年之后 也就是公元一二零六年 一场宫廷政变却改变了西夏国的走向 政变由谁发起的呢 正是纯佑的堂兄 后来的皇帝安全 也就是哥哥把弟弟的位置给夺了 但是幻之告诉您啊 这只是表象 幻之相信有一天 这段故事一定会变成电视剧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场政变的幕后 还有一个操控者 他的存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谁啊 纯佑的母亲罗太后 令人想不通啊 身为母亲 帮着侄子来抢自己儿子的地位 这是为什么呀 实料当中没有任何记载 直到今天 这都应该是西夏史上的最大的一桩谜案 而也正因为如此 才让人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嘛 好 说回正题 因为纯佑和安全是堂兄弟啊 所以他们的这个 这个墓葬形制和结构完全一样 这是完全合理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既然一号灵和二号灵属于他们兄弟俩 那之前按照招募制度的排列不就不成立了吗 之前推测就要推翻呢 那西夏最早的两位皇帝 祭迁与德明的灵寝又是哪两座呢 这里啊 咱们再得说到一位专家 孙昌盛 北方民族大学西夏研究所教授 2007年他主持了对六号灵的考古研究 当时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在发掘的过程当中 他在六号地灵发现了大量的灰陶瓦 而琉璃瓦的数量非常少 少到什么程度呢 几乎没有 这一点跟其他地灵有着明显的区别 这说明什么呢 六号灵过于简朴了 孙长盛认为 这座六号灵应该是在西夏早期 国力上浅的时候建造的 它属于一位西夏早期的地网 当然了这个做出这个推测 还因为另外一个发现 孙长盛在六号墓发现了一块残碑 残碑上转刻着四个字 在位三十 三十什么呀 三十天三十个月还是三十年呢 按正常推测呢 肯定是这三十年 甚至三十年以上 那么西夏有哪几位皇帝 满足这个条件呢 巧了 西夏历史上只有一位皇帝 在位三十年 李基千一死 李德明就继位 一零零三年继位 他的死的时间呢 是明确的 就是一零三二年 一零三二 一零零三到一零三二 整整三十年 就是说 他在位时间 应该是跟那个残碑的 就是记载在位时间 是最相符 西夏刚刚立国 国力尚弱 元昊没有充足的实力 为祖父和父亲打造豪华的灵墓 所以六号灵多灰桃少流离的现象 就得到解释了 您看 这就把之前最早的顺序全都打乱了 而且的确都有道理 那么如果六号地灵 是太宗德明的灵墓 那太祖记迁的灵墓又是哪一座呢 孙长盛认为啊 位于山口之中 和六号灵形至非常相近的四号灵 应该就是记迁的灵墓 为什么呢 因为它和其他地灵相比 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 四号灵呢 它是只有五层五级灵台 其他的那个灵球的那个灵呢 要么七级 要么九级 另外呢 杯庭呢 四号灵呢 我们只是见到有一座杯庭 从这个规格上来讲 就是它五层灵台和一个杯庭来讲呢 它是够不着一个地灵的一个规格的 专家说的所谓够不着地灵规格 这是因为太祖记迁在世的时候 仅仅被契丹封为了王 在宋朝这边呢 他也只是一个节度史 记迁并没有真正当过皇帝 所以孙长盛认为 这个五级灵台的灵寝呢 主人应该就他了 好 咱们现在重新的梳理一下 一号灵和二号灵呢 形式一模一样 而且结构都很完备 他们的主人应该是西夏中晚期的 第六位皇帝纯佑和第七位皇帝安全 这两兄弟 四号灵因为灵台只有五级 他的主人是太祖记迁 六号灵比较简朴 他的主人是太宗得明 七号灵已经确认了 他的主人是西夏第五位皇帝仁孝 那有人要问了 这才五座呀 其他几座地灵分别是谁呀 尤其是最重要的一位 西夏的开国皇帝元昊 他的灵墓是哪一座呢 您来看 这是西夏地灵的三号灵 通过数据对比 在西夏所有地灵当中 三号灵规模最大 设计也最为独特 学者们普遍认为 这座灵应该就是 西夏开国皇帝元昊的地灵了 当然仅从规模来看 说三号灵就是元昊的灵景呢 起初学者们是比较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最早在确认九座地灵的时候 有人就提出过 按照规模大小来确认的办法 但是最终发现 规模比较大的灵景呢 仅仅有将近20座 这个数字是地灵数量的两倍 这就意味着 从规模来确认 地灵身份的办法行不通 最多也就是个参考 那么三号灵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专家们为什么认为 它就是西夏开国皇帝元昊的地灵呢 下节咱们接着说 一尊千年鸟人的出土 让世界震惊 为什么它只出现在三号灵 庞大的西夏帝王灵群 为何所有灵墓 无一幸免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这背后的黑手究竟是谁 经典团企正在为您解密 前面说到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 三号灵是西夏开国皇帝元昊的地灵 原因是2000年 发现一件宝物 什么呀 一尊鸟人 这就是那尊鸟人 看到没有 这个东西的身体明显是鸟的形态 但是它的腹部以上却是人形 所以叫它鸟人 然而您仔细看它的上半截的形态 双手合十 身坠阴落 像什么呀 它俨然就是一尊菩萨呀 这可是佛经当中的神鸟 它叫做茄灵瓶茄 翻译过来就是妙音鸟 这个妙音鸟在佛教里面 它是在净土世界里面的一个吉祥鸟 然后它的声音就像佛的 其他地灵没有啊 为什么会这样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咱们还要看一样东西 现在咱们看到的是 位于三号地灵内城的灵台 发现它像什么了吗 形状和佛塔极其相似啊 所以学者们称它为灵塔 之前咱们说过 西夏地灵是仿宋灵而建 而且宋灵的灵台是什么形状的呢 方形 可是西夏的灵台却是塔形建筑 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 这是因为西夏建国之初 党像族的王室 开始大力的推行佛教文化 尤其是元昊建国称帝之后呢 曾经专门派使团 前往大宋求取佛经 他甚至还在荷兰山 修建了一座五台山寺 也就是说佛教在西夏盛行 甚至成为国教 最初的源头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元昊 所以通过妙音鸟来与佛沟通这件事情 当然也应该由元昊来完成 有人认为这就是只有三号灵 有妙音鸟 而其他地灵上没有的原因所在 当然说三号灵是元昊的地灵 还有一点您看 这是三号地灵的矫雀 它的设计极其独特 其他地灵的矫雀都是中国建筑里典型的收雀形制 而三号灵的矫雀就是由三到五个圆吨体相连在一起组成的 为什么会这么特别呢 学姐认为这还是因为开国皇帝只有一个 当然了说这么多了 其实西夏九座地灵真正的主人到底是谁 除了七号灵可以确定是人孝皇帝的地灵之外 其他都是推测 原因就是西夏地灵群遭到的破坏 是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毁灭性破坏 以至于考古人员根本就找不到证据 来确定各个地灵真正的主人 那接下来咱们就要说说西夏地灵的另外一大谜团了 究竟是谁因为什么要对西夏灵进行如此彻底的破坏 关于这个问题最早有人提出 会不会是常年猖獗的盗墓活动 最终导致西夏灵变成后来的模样呢 但是这个观点很快就被否定了 为什么呢 你看西夏地王灵群的灵墓有两百多座 可是几乎每座灵墓的灵台前都有这样的大坑 每个坑直径都在几米以上 有的甚至达到将近十米 西夏灵的地质条件是都啥时机 特别坚硬 如果一个盗坑你要挖下去 你直径达到将近十米多 升达到二十几米 这个是几个人把多少时间也是达不到的 就此一点就说明西夏灵曾经遭遇的 绝不可能是民间三五个人的偷盗行为 而应该是一场有组织的人数众多的掘墓行动 那么组织这场掘墓行动的人又会是谁呢 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怀疑对象 明朝的驻军 您再来看这个 这是位于荷兰山口的一处明朝官塞遗址 和西夏灵相距不到五公里远 事实上明朝在荷兰山一带像这样的官塞还有不少 那您想想看 那个时候的军队人员素质又低 也没有什么文物概念 保不齐 从这点来说明军的嫌疑确实很大 毕竟明军在荷兰山沿县住房了将近上百年 从盗决西夏灵所需要的时间到这个人力等等这些方面来看 明军的确都具备充足的条件 但是对于这种观点也有不少人反对 为什么呢 前面咱们说了 从现场勘测判断 西夏帝王灵群遭遇的绝对不只是盗墓 还记得之前说的这些个碑文残片吧 它不仅被砸的粉碎 上面只要关键地方就被人刻意的凿掉 还有发掘的六号墓 墓里面的石墙有个人砸的是一塌糊涂 这些都充分说明当年破坏西夏林的人 对西夏可不仅仅是一般的盗决 而似乎是充满了仇恨的 有泄愤的意思在里边 巴不得把西夏林所有的东西都毁掉 最好让西夏人的痕迹在历史上都消失 那么这样的破坏者还会是明军吗 很可能有这种现象 但不会这么大规模的这样去破坏 把西夏林就是墓石大街顶式的挖掘 背哪砸得这么碎 后来你不说明朝他不会这么干的 为什么呢 因为西夏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明朝还没有建立 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仇恨呢 所以肯定不是明军 但如果不是明军的话 大规模掘墓行动背后的策划者 又会是谁呢 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最大的可能性 谁啊 蒙古人 石料记载公元1225年 蒙古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蒙古大军在十年六十四岁高龄的 成吉思汗的亲自率领之下 准备征服西夏 但是蒙古人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 成吉思汗再也无法回到他深爱的蒙古草原了 因为西夏也是派出了这个有名的大将 是吧 这个做帅 去跟蒙古人去对抗 当然当然也是蒙古的这个军队也受挫 最终伟大的成吉思汗死在了与西夏的战争中 这是蒙古人绝对不能接受的 出于仇恨 蒙古大军对西夏展开了凶残的复仇 他们屠杀党项人 这是史料当中有着明确记载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因为成吉思汗的死 屠杀都不足以平息蒙古人心头的怒火 他们最终又将矛头指向了党项人的地灵群 继续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报复呢 大街顶似的 从地面上挖个大坑下去 一直挖到牧室 当然这依然还只是学者 根据史料进行的一种推测 因为直到今天能够确认 蒙古人毁坏西夏灵的证据 始终没有找到 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蒙古人的动机还确实是最为明显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元朝建立之后 为宋辽金都修了史 可是唯独没有为西夏修史 这也是导致西夏后来 一度被历史所遗忘的原因 而这一点不正是和刻意毁掉西夏地灵群的目的暗和了吗 只不过历史终究是历史 只要曾经存在过 后世最终还是会还原它的本来面目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网级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在内容线上心爱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